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今天我們來到了美麗的北海岸 要來試駕山陽的NMBCU 那其實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本來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最近工作太多太忙 我已經曬到太黑了 後製提醒我 如果再黑下去影片會很難調色 但一出來又是這種艷陽高照的日子 有點擔心 但是另外一份我們又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昨天NMBCU的發表會 很棒 因為車子出來之後 透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影片 顛覆了很多人原本對它的印象 或者是說預期 原本看到那些流出圖 會覺得這個車很雷很醜 但看到實車之後發現 不錯 蠻好看的 這個部分它做的是好的 可是呢 舞台上燈光打得太硬了 所以明明是四款不同的車色 而且有我們講的很特別的 會隨著不同光線不同角度 來變換的這個塗裝 在發表會上真的展現不出來 但還好今天我們來到戶外 而且天氣很棒 所以在鏡頭中 我不太確定 鏡頭看起來怎麼樣 我們試試看 來從遠方進來 然後再從正面轉為側面 我不知道鏡頭上怎麼呈現 但是就我自己肉眼來看 這樣子的變化幅度是大的 甚至今天 我們剛來報到領車的時候 因為它準備了不同的車色 我們分配到的是棕色 但是 官方人員搞不清楚哪一台是棕色 因為綠色在某些角度 顏色變化的時候跟它也很像 那贏的跟白的也會很像 所以它這一次真的做到了 你買一種車色 但回去有三種 四種 不同角度不同變化之下 會呈現出不同感覺這樣的享受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好的 但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真的喜歡比較高調的話 銀色我認為變化幅度最大 那棕色呢是 不是變化幅度最小 是它根本就不會變 它原始設定上它就是單一顏色的 所以要低調一點 你可以選擇棕色 那要變化多一點的話 銀色或是我們看到這個 綠色呢 也都是不錯的 那昨天影片看完之後呢 發現大家有一些想法 我們就一一的來為大家解說 跟補充 首先 我們有提到的方向燈 我覺得這邊是為了成本的考量 那大家也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設置在側邊 或是底部 或是中間這裡 後來我其實有去詢問三陽的開發人員 他們告訴我說 因為這一台AMB 只有哈手速球就是 Mamba 仿生蛇類的感覺 所以他們希望把這個 張牙無爪那種戰鬥氣息給展現出來 因此 這一塊的車口他們希望做的是 比較有侵略感的 如果今天我把方向燈移到這邊 像DRG那樣 他們覺得會太厚 失去他原本的感覺 那另外如果往下移的話 因為這裡還有做一個 進氣吧造型的事件 請注意它只是造型 因為它沒有開孔 它用這樣的方式讓它看起來 更像超級跑車 更有戰鬥感 更有機械感 那如果我把方向燈移下來 放在這裡的話 其實 就會影響到這個視覺 所以他們覺得放在這裡呢 才是最好的決定 但我個人覺得 應該還是成本的考量 OK 那另外有一個東西昨天 稍微提到 但沒有特別講 就是它的這個按鍵呢 它這次改成跟新款DRG一樣 是這種3D式的按鍵 它的質感觸感都是好的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的喇叭移到中間來了 那過去 我們大概也只有騎 HONDA的車款才是這樣的配置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不管原本騎的是什麼車 它換到HONDA的車子之後 每次到入口的時候 想要轉彎 就會不小心按到喇叭 它其實是想要打方向燈 那現在三養為什麼也採用這樣的設計呢 並不是因為他們有血緣關係 有蠻悠久的歷史淵源 而是因為 這一次他們在開發新機種的時候 並不是單純的想說 OK 我的一定要加大 騎乘知識要改變 我可能加一些新的設計等等 不是 而是整車會一起檢視 所以他們希望 我們去看看還有沒有哪些地方可以強化 那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覺得 大部分的人 上路之後在左邊這一排 最常用到的按鍵 其實 是方向燈 當然有些人是最常用到喇叭 但是在這樣的 試調之下 他們覺得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 把方向燈下移 這樣子我在按的時候 手不用抬特別高 應該會比較舊手一點 但是這個我覺得 它需要 市場的回饋才知道 到底好不好用 或許未來搞不好 真的好用之後 他們開發新機種 或是新模具的時候 可能就都採用這種 喇叭在中間 方向燈在下面的配置了 另外一個我個人發現的 這個沒有任何的官方回應 就是這裡 有一個方格 這個看起來就是這一組 開關總承在開發的時候 它預留了一個位置 那熟悉汽機車生態的人就知道 這可能就是 有拔掉什麼東西 又或者是預留未來可以加什麼東西 那因為它是新車 所以應該是以預留的方向去想像 來我們想想看 一台跑旅車款 TCS的開關坐在這邊 引擎熄火開關在這邊 怠速熄火開關在這邊 雙簧警示在這邊 超車燈這邊也有了 那這裡可以會是什麼 我能想到的只有定速功能 但當然官方沒有人承認這件事 他們說沒有那個設計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很妙 因為定速是聽起來 對應跑旅最有可能的 可是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想是 他們昨天有在講 BT設計外是旗艦 CU是比較有創意的 但是我也提到了 CU目前的配備跟BT太接近 它的定位可能會有點混淆 那如果說它優先加入了 定速巡航的功能 這樣好像要打亂它原本的布局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至少就目前來看 這是最有可能的選項 那我也順便聊一下 有些人會覺得說三翔這幾年就是擠牙膏 但我們如果真的回去推它的脈絡 有時候它釋放出一些新功能 是它現有車系本來就沒有的 那逐步逐步的放 我覺得 符合大部分產品它的一個生命週期的概念 那你要說它是擠牙膏也可以 但我覺得有車 適合你OK 其實就先買 這個 見仁見識看大家怎麼想 但這個我覺得可以期待看看 好 那另外一個也必須要跟大家解釋的是這個 前置物掛鉤它可以收折嘛 那打開之後呢 昨天我們講了它是沒有防跳脫機構的 但大家看到我們的好朋友 小老婆的卡布大叔 他所介紹的是有防跳脫機構的 這個我們有繼續問官方人員 他們是說 其實當天現場有擺了將近10台車 那其中有幾台是早期的試坐版本 因為那個車並沒有讓大家試駕上路的 那有一些配備就是他們在開發的時候拿來試坐 看評價怎麼樣 然後再做一些調整 那大叔所用到的那一台就是擺在最外側 它就是剛好是有防跳脫機構的 但是那是試坐車 正式的版本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J型的 它並沒有辦法做一個防跳脫的 有點無難 我到底可是我說錯的 我覺得有那個防跳脫會比較好 總之試售版本是長這個樣子 再來呢 有個東西 在我跨坐上車前我先講 這次它的椅墊有變長 車廂空間也有變大 但是很多人也發現 它的軸距明明就跟DRG是一樣的 那它是怎麼做到這個魔術般的空間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首先 它的軸距沒有變沒有錯 但這是引擎軸距 在車架的部分 它的副車架 增加了10公分 那這個10公分加上去以後 它就可以讓它的椅墊變長 整個乘坐面積是更好的 那根據他們所提供的數據 以椅墊的有效乘坐面積 就是不是這樣子的叫做有效乘坐面積 而是坐上的時候 我們屁股用得到的 你的會接觸到的面積呢 以前面的空間來講 跟DRG相比它增加了 三倍 很多耶 後面也增加了兩倍 那這個是 只要你有試駕過 你有看過實車 你一定會知道 這個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受看看 那另外 車廂空間其實 DRG它的車廂空間容量是18公升 那我們這次MBCU它是28公升 所以它非常的大 所以 LMAUTI我的X14它也放得下去 這空間表現確實是有進步 也是很多人要的 那這邊我順便提一下 有些人會說 哇山陽很棒 看到消費者覺得DRG如果點是車廂 是椅墊的空間就改進了很棒 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因為DRG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他們就講了 我並沒有很在意車廂空間 我並沒有很在意椅墊 我就是要做出讓大家知道 原來速克打野可以跑車化 可以做出這種小鋼炮的感覺 所以那原本就是他們捨棄掉的 那現在他們就說 這顆引擎成熟了 這種操架感覺 這種設定是消費者想要的 可是他們希望 在實用性部分也加強 所以 他們再又把這個東西給開發出來 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 它並不是因為弱項而加強 而是它本來就要做那樣 你不喜歡沒關係 我就要做這樣 那現在我再多一個選項給你 所以 這是兩者之間的差異 然後 總之它放得下我的X-14 所以我最近蠻想要換Z-8的 因為我覺得 比較輕 而且以通勤試車來講 應該會比X-14更適用 OK好 那我們回到前面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點了 騎乘的感受 首先我們來跨坐上車 它的座高 MBCU的座高是803mm 那這個是跟DRG一樣的 所以坐上來之後 以我們停車會順勢往前這個角度來看 我雙腳同時著地的時候 後腳跟會微微的抬起 那對應我176公分的身高 我覺得這完全沒有問題 很棒 不會有壓力 但重點是 我先把車立起來 因為整個乘坐空間改變它變大了嘛 坐上來以後 再次強調 因為昨天我看到有一些人寫的很寫錯 它的腳踏空間就是底下這一塊是沒有變的 它多的是多了這個前面的斜腳踏 那再加上 它的把手有提高 所以像DRG它的騎姿勢是這樣 但是你到了 MBCU的話它是這樣 會比較舒服它的跑旅的姿勢 所以 即便 軸距相同 這台車騎出去你會發現整個騎乘感受是不一樣的 也是很舒服很自然的 這個也是過去 像DRG我們有其他去環島 我覺得這台車它在山路會讓我覺得很棒很開心 可是 來到長時間的時候我就覺得 比較憋一點 但是現在它變得比較開放了 整個騎姿自由了 而且腳也可以斜放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好的 甚至 後座啊 DRG是直接放下來 它這個是有飛拳踏板 這也是一個進步 因為我覺得DRG它訴求是說 你就自己騎吧 好玩就好 但現在 有給你飛拳踏板 而且後座的位置 真的大 舒服 所以 整個乘坐體感上 它是獲得很大進步的 這個我覺得很好 但是呢 我不得不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55身我腿比較短 我發現啊 這個椅墊變大以後 確實很舒服沒錯 但是 當我坐到後面來 我腳往前放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的腰部有一點空虛 因為我 往後的時候我變成要多出力 我的腿如果再長一點 因為今天有問 身高比較高的媒體同業們 他們都覺得這個車變好騎 好棒喔 可是我就覺得我的腿好像 沒有辦法完全去享受到這個機能 這個我未來 做長期試駕 我再來好好的感受一下 但是 整體的乘坐姿勢 包含椅墊的泡棉 觸感等等 我覺得它真的做了很大的改變 如果我們今天把車身全部遮起來 不要告訴你 你單純去坐它 不管是騎還是坐後坐 你都會覺得這是截然不同的車 這個部分它真的做得很棒 OK 好 這邊大家會發現 畫面切換了一下 因為今天天氣實在太熱 我們的攝影機連續當機 所以這邊我們換成 GoPro來呈現 可能畫面上感覺會跟前半段不太一樣 這個部分請大家見諒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介紹它的動力表現了 這次它所使用的是水冷式形成 單缸SOHC 4V 158CC的引擎 所以看帳面數據就知道 它跟DRG是一模一樣的 包含馬力扭力也是 最大馬力是15.6p在8000轉的時候產生 那最大扭力是15牛頓米在6000轉的時候產生 那這個部分就引擎本體來說 它沒有做出變動 它有變動的是它透過傳動系統的調教 來讓它跟DRG有不同的特性 那也帶來一個很直接的好處 就是它的油耗表現變好了 這一次它的油耗表現是 1公升汽油可以跑43.5公里 那這個是符合一級能源效率標準的 所以即便出力相同馬力相同 但是真的只要稍微調教之後 它就可以改變整體的調性 以及它的省油的水準了 那實際騎起來感覺到底如何呢 首先 這台車MBCU騎出去的時候 在第一瞬間就是從0禁止 大概到表速10-15左右 跟DRG相比你會覺得它稍微再緩了一點 DRG會更直接的衝出去 但是MBCU它當它轉速提升起來 在表速大約15公里過後 一路到40公里左右 它這段中速域的加速是很飽滿的 它的提速是很快的 但是有趣的是 因為它的傳動效率整體來說 它是希望速球非常的線性 再加上它本身也有三菱科技 它有那個林厚洋懸吊系統 在駕駛過程中 其實你不會感覺到太明顯的衝力 可是如果你去對比加速成績 又或者是你看表速的變化 它最強的就是大約在15-30-40左右 這段中速域它表現得非常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常說的 你在一般市區都會使用 我們平常日常代步騎車的時候 這個轉速域 這個時速 都是最常使用到的 那來到了40-50過後的中高速域呢 它的表現就如同它所訴求 它是很鮮的 不管你今天是在50-60甚至7-80 你油門大力的補下去 今天我們在北海岸有很適合用力補油門的地方 你會發現 儀表上的數字有所提升 你會感覺它是有推力的 是很穩定的推 但是你感覺不到兇 甚至你跟DRG相比你會發現 在中高速的表現來講 DRG是更充的 那這個部分就很有趣了 因為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 馬力扭力的數據 它是相同的 但是我今天透過傳統的調教 讓你在這個變速的過程中 你會有截然不同的個性 那一方面 我讓你省油嘛 跑旅車希望跑得遠一點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騎這個車 你可能本來就不是要在山路上 特別用力的去撒彎 所以你用這樣的特性 用這樣的風格來呈現 我覺得可以理解 那這個相信 整個工程團隊 他們在設計上 一定也花了很多的苦心 這個部分我覺得 簡單來說 它的速度有水準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比0-100公尺的加速 官方提供的數據 DRG是7.7秒 MBCU比較慢 7.8秒 只差0.1 所以其實體感上 你真的很難體驗得出來 甚至我講明白一點 如果單純看數字 你今天兩孩是不擺在一起 你可能一下子分明出來 到底誰比較快 那實際表現上 因為今天我們有跟小老婆聊一下 大家交換一下心得 起步上來講 它可能會比DRG慢一點 但是在中速它可以補上 兩孩車差不多就並駕齊驅 到高速DRG優勢就展現出來 它高轉的爆發力是更好的 這是它們原始的設定 是不一樣的 至於未來買了以後 這個調性不符合你 因為有的人他可能想要這個乘坐空間 但他覺得轉速這樣子 太平穩了 你可以再透過傳統的調教去做一點改變 這個是它原始的特性 那彎道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它這一次改變了車架設定 然後車重其實也只重了1公斤 是136公斤 那以它全原廠的狀態之下 我發現在山路上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些畫面會用之前的 今天實在沒有時間再繞上去 山路上面補畫面了 但是以我們之前所收到的畫面來看 你會發現 它在進彎的時候那一瞬間 它的導向 它的指向並沒有那麼的靈活 因為DRG它就是一台小跑車 它非常的刁鑽 很靈活 以13吋的158CC的車來講 表現非常好 但是 在MB-10U身上 你會覺得它進去的時候 稍微慢了一點 那這跟懸吊跟車架配置 我覺得是有關係的 你在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這真的很跑慮 可能騎乘姿勢 因為它的騎乘姿勢 變得沒有那麼的淺傾 在放開來之後 你在進彎那一瞬間 你會覺得它比較和緩一點 但是有趣的是 當我前腳已經做出來 車子在往下開始做迴旋的時候 它的那個短軸距的靈活性 又跑出來了 在彎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可以跟DRG一樣 它可以做很快速的迴旋 在切彎的時候 尤其X型彎道的時候 它的表現是很靈活的 再加上它的前叉 我覺得它的前叉設定很有趣 它的下層 它的壓縮 是做得比較扎實的 緊急剎車的時候 往前那一下 它不會這樣一下子沈到底 它會讓我覺得說 很運動化的設定 但它的回彈稍微的偏快 所以這個快的感覺 它一方面也阻礙我剛剛講的 你在進彎的時候 可能它沒有那麼的靈活 但是在彎中的時候 整個車子的傾角 整個車體的那種 前後比重 50比50 這種概念展現出來之後 它是很靈活的 但就是進去的那一下 沒有那麼的好 另外也帶來一個 不知道該說好還壞的優點 就是因為它回彈快 所以當我今天在X型彎道的時候 我可能油門不下去 我在翻身我會覺得 哇 很好變化 可是有時候 我煞車下去 我希望可以穩穩進光的時候 那個太快的回彈 就會造成影響 那這個部分的設定我覺得 回彈的快 讓它路感變得太明顯 是一個比較 可以再去做調整的部分 對 但這個我覺得大家看個人 因為有人覺得說 我就是要一樣這樣的性能表現 但我希望它有很好的空間 這看個人我自己沒有那麼的喜歡 我覺得它再軟一點 會比較符合我要的調線 那至於煞車的部分 手感 作動時機基本上都很好 但後輪我覺得 就跟三翔過去的車款一樣 還是稍微的偏快了一點 介入時機還是早一點 但整體來講 這一組Bosch的ABS 整個車體 動態各方面搭配起來 它的表現是好的 所以大家會很好奇 到底它實際表現起來 跟DRG差多少 我剛剛前面因為 對這台車有蠻多的想法 所以講的比較多 這邊我精簡一點 動力上你會覺得它 比較線性比較溫和一點 但實際的整個加速表現來說 兩者差不多 然後DRG高速會再更好一點 應該說DRG在最末的高速度 跟起步那個瞬間比較好 那中間來說 它的整體表現是OK的 然後它更省油 至於彎道表現 DRG再更靈活更集中 您說一點 它的部分 也算是靈活 但進去的時候 可能要多花一點心思 去處理前叉跟你之間的互動 我要說它沒有不好 只是這個調性不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針對MBCU 在這個現場 在北海岸所做的媒體試駕影片 我今天真的又曬傷了 現在太陽後面看 藍天白雲很亮 但其實後面已經烏雲了 所以我們機器才會一直當機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炎熱 但沒關係 因為之後 我們很快的 就會在近期推出它的完整應測式的影片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知道 想要參考資訊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在這完整的影片 來跟大家做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生 謝謝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